大家好,这里是Walk Life徒步生活 我们今天来到桃园的永安渔港来采买渔货 那我们第一次来到永安渔港呢 哇,来看一下这个是超大的鲍鱼啊 为什么这里人群这么多呢 原来他们正在拍卖渔货 好了,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个主角牛奶蛤 就决定买它回家煮一顿了 好了,我们来看到这个牛奶蛤怎么卖呢 就是一斤一台斤150块钱 我跟老板买了200块钱 那这个牛奶蛤真的非常的大 到底多大呢,我们用卡尺量一下 宽呢,大概是53毫米 来看一下上下的间隔的话大概是49毫米 对这个尺寸没有什么概念的朋友呢 也不用太紧张,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今天是一只手的话 它能装下多少的牛奶蛤呢 大概两个半左右 可想而知它这个牛奶蛤有多大啊 好的,我们今天呢 要来做的是薄盐烤这个牛奶蛤 首先呢,我们要先将烤箱预热 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呢 包上铝箔纸的铁板 我们把这个牛奶蛤放到上面去 所以我选的这个size的牛奶蛤呢 并不是最大size 因为当时问老板呢 老板说还有另外一个更大size 好的,摆好这个牛奶蛤之后呢 我们要来撒这个薄盐 我觉得烤蛤蜊最好玩的呢 就是可以看到蛤蜊的变化 我们才放进去2分钟左右 就可以看到这些蛤蜊微微的开口了 好了,5分钟过去呢 可以看到蛤蜊的开口呢更大了 可以在蛤蜊的尖缝中呢 看到里面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好了,现在12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牛奶蛤 它全部都开口了 它仿佛在召唤我似的跟我说 吃我了,吃我了 可以来吃我咯 而且可以看到它牛奶蛤的汤汁呢 已经流到了这个铝箔纸的外面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汤汁倒出来 这根本就是牛奶蛤的日月精华 那喝的这个汤汁 哎呀,我一不小心倒得太用力了 这个牛奶蛤呢 它本身就应该是有些咸味 然后我们再撒了一点点的薄盐呢 就可以提升它本来的味道 因为我们喝这个牛奶蛤的汤汁呢 非常的好喝 也非常的鲜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烤好的牛奶蛤 稍微有一点烤到过熟了 不过这个还算是非常好吃的一个状态 等我们来开吃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牛奶蛤 其实烤蛤蜊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 哎呀,这个我不小心拉到它的外皮了 咦,没关系 我们来尝一下它的肉质 它肉质呢,感觉着非常的鲜嫩可口 大家可以看到 咦,你看 非常的有光泽 怎么会说微妙呢 就是如果你烤得太深呢 就是有一种腥味 但如果烤得过熟呢 又非常的老 所以呢,这个火猴的掌握呢 真的是一门功夫啊